结石中间最大的一个石头 它是整个肾脏里面每一个分支 每一个分叉都长了石头 那这是肾脏结石中间最严重的一种结石 理论上来讲 肾脏这么大个石头 它应该会有些症状 但是实际上呢 像我们今天报告给各位的这个病人 它只有一个咽尿的症状 是它没有任何症状 而是一个偶然间的发现 但是不管怎么说 即使它没有症状 一个肾脏里面 完全充满了石头 势必要接受治疗 否则时间久了 肾脏功能的破坏 发炎疼痛等等 一定会随之而来 肾脏入脚状结石 根据目前的健保的规定 是不可以第一次来就用体外症模式的 所以你必须要用其他的方法 我们目前用的最多叫 筋疲肾脏有起始术 但是你必须在肾脏上面打一个洞 这是一个侵犯性的手术 肾脏上面一旦打一个洞 我们肾脏每一次心跳 有25%的血液会到肾脏 所以它是一个血流非常丰富的一个器官 所以这个有流血的风险 那我们现在这个方法 我们用一个软式肾脏剂 从膀胱经过顺压管道肾脏 这样子不具任何初学的风险 所以对病人来讲是一个最好的 最新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我下一个治疗的风险